搭訕你的男生第一眼你們看哪裡 看灰色的臉酷 就有女生發現她是個 是警犯 你們要重新外交啦 嗯 就是前陣子啊 就是有兩個就是因為搭訕 引發的案件 我真的很會好怕喔 所以你會答應她的搭訕 就是你拒絕了 你會很害怕她去回鄉嗎 突然中你一拳 好恐怖喔 你就如果真的很害怕的話 我自己覺得你先答應 回去直接封鎖 如果她動用她那個道相的 兄弟的能力 然後想辦法教到你 她就說你剛好封鎖我 那我覺得這種事 我覺得算比例比較少 因為你不一定要控管別人的行為 你只能讓自己是有禮貌的拒絕那個人 真的不好意思 太示弱了 她說我跟她道歉我真的沒辦法 先下跪 那你呢 如果她看她要什麼 你要帶出去了 當下嗎 她擠著 我不要無意了 她剛好就上班了 就是 是我在你啊 小姐你在哪上班這樣 哥哥載你 我只會暫時假意的答應她 然後我會跑到旁邊的Saven 我說我現在太渴了 我要去買水 你就躲在Saven不要出來了 就剛才報警 除非那個Saven店人就是推你出去說 我怕被她打你 我出去 到人多的場合 真的是 也是一個相對比較安全的方式 請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搭勝的經驗 我覺得成品是一個很容易 就會有搭勝人出現的地方 因為我非常討厭就是 看書的時候有人打擾 我就覺得 那個是一個安靜的場合 之前有時候遇到的是 她可能過來想問你說 欸你在看什麼書之類的 她可能就拍她的肩膀這樣 那我就看的時候我就對她這樣 哪一些搭散的地點 會覺得女生接受度最高 地點不是重點 重點是搭散的方式 搭散的方式 如果是個大帥哥 然後他在東區搭散你 這樣你OK 沒有 沒有 那如果米莉在酒吧 遇到一個搭散你的男生 什麼樣的搭散手法 你會覺得 最吸引到你注意 我覺得她過來是正常的跟我聊天 我就覺得 聽樂性就沒有那麼高 就不是過來就說 你好 我覺得你很可愛 我跟你說 就是他們有一個很 怪的起手是 他們都會說 你看起來很有氣質 或是 捏包包很漂亮 或是什麼 捏頭包很漂亮 就大家都不像用戴口罩嗎 那我就想說 你到底從來看出很漂亮 背影嗎 天看是一朵花 我既然愛要為我的媽 米莉你覺得朋友公式有用嗎 今天是在酒吧坐著 然後 這個男生帶著他朋友 然後他朋友就說 欸 我兄弟想認識你啊 那樣 我一直以為他們年紀是不是很小 覺得說想要搭散 我們都會先派朋友 然後就會這樣 弄弄弄過來 然後說 欸 我朋友想要認識你 可以嗎 他還看我的那個MV 李國一我姓 喔李國一 李國一我姊姊喜歡你喔 但你們覺得外表要到 就是大帥哥才能搭散嗎 還是你覺得 吐息 他喜歡宋江 喔那我就覺得 沒有 你在路上 你在路上 遇不動宋江類型的啊 對啊 應該說宋江類型的人 根本就不喜歡去路上搭散 我自己在路上被他搭散的話 我通常都會拒絕比較多 然後你也不太確定說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認識你 你說上搭散課的人嗎 欸我也想問你欸 其實我之前在路上被一個 男生搭散 他說他現在是在練習搭散 因為他說他是上那個搭散課 然後我聽到搭散課 三個字我整個眼睛都亮起來 然後他是一個 小我大概兩三歲的弟弟 但我發現他真的很不會聊天 因為他發現我年紀比較大之後 他竟然跟我說 你保養得很好 哈哈哈哈 他還跟我說一句說 那你比我哥還大欸 哈哈哈哈 皮諾可 這個直接電死 你知道搭散課有多貴嗎 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在做 金錢有關的工作 他說有一些 想要 借錢的人啊 他們就會問就是 你為什麼要做這個 借錢嗎 他說他們要去上搭散課 然後借那個金額 20萬七挑 我覺得他可以先拿去製妝 那如果是女生 想要去認識男生 我好像 你應該很會 沒有沒有 之前在當咖啡廳店員的時候 真的是一個 蠻好搭訕男生的一個媒介 最常騎手是 可能就是幫他 送他的餐點或什麼的 然後就問他 欸你覺得這樣好吃嗎 我以為是上面壞個害羞 沒有 那如果是男生一個人的話 就告訴我 欸你平常住附近嗎 看怎麼一個人來這邊 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可能在 今天如果是去酒吧 我覺得大家女生 真的不要害羞去想認識男生 我覺得真的沒有關係 就是女生就會覺得說 討論說 欸可不可以說那個男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就是 女生你都沒有行動 然後就會從頭到尾 就會一直在 這個男子跟那個這樣 有時候我覺得 就是有一個防射 我覺得蠻 有時候會中 你可能看中 好這個男生 然後你就可以時不時的 偶爾轉頭去看他一下 如果他也有在看你 就是你不要頂著當看啦 我會想說 快點 如果你發現他也有在看 你的這個趨勢 沒有在過 有一個眼神 就中了 你就是眼神搭訕訪 或者是 他今天 在隔壁桌比較近 他們聊什麼 講很大聲的時候 你聽到你也忍不住 笑一下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 喔有中 他們覺得自己過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男生搭訕 可以先從眼神 我剛才跟米莉出去 中午出去買飯 我們在路上遇到一個奇蹟 的時候看起來怪怪的男生 騎一騎 然後又轉過環 回來看一下 你覺得這樣會中嗎 先生 開車就要看絕面 我以前小時候 在大學的時候 小時候 也有搭訕的人 可是後來我們也是成為朋友 比如說 我可能 喜歡某一間賣蘿蔔糕的 我就天天都去跟他買蘿蔔糕 買到他都 他一看到我 他就知道我要吃什麼那一種 有了 這時候買蘿蔔糕 你就可以問他 我說 欸 你蘿蔔糕真的很好吃喔 你 這是你做的嗎 欸 我都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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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 男生搭訕 你們覺得外表招 OK 乾淨就好 有什麼特別嗎 第一眼 搭訕 你的男生 第一眼你們看哪裡 汗灰色的棉褲 我可能會看臉欸 我覺得算是戴口罩 但我覺得至少看眼睛或髮型 大概可以稍微了解這個人的感覺 我覺得髮型還蠻重要的 因為那些男生真的是不太打理自己的頭髮 但如果是真的 光頭可以嗎 光頭還可以啊 那把他有這針 欸 豬頭可以嗎 地中海鮮 你不要這樣 如果這男的帶著他的相機說 他想要 節拍 你的床頭 欸我有遇過欸 不是你的臉喔 我跟你說我有遇過 而且很可怕 那個人後來要相信我 他是在中部的 某一些觀光景點 然後那個人是一個中年的大叔 那個觀光景點就是很多網美會去拍照 漂亮的女生 然後他可能就是 在人家在拍照的時候 他拿他的大透相機在旁邊側拍 然後拍完之後 比如說像我們一群女生 他就會走過來拿給我們看說 欸這我剛才拍你了 但他也同時會給你看他拍其他女生的照片 然後你就會寫一下心觀 你就會想說 喔他可能是攝影師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再問說 那我幫你拍照可以嗎 啊因為 通常女生看到他已經有其他的作品了 就通常就覺得好啊沒關係 然後他後來進一步 他會拿他的名片發給你 那女生就說 什麼他是一個攝影師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他可以幫你拍照 他可能會接一些廣告案之類的 但就有女生 發現他是個 性侵犯 嗯 其實他有新聞而且很容易搜得到 是有女生真的被騙 有些女生就是 可能想要紅 會想要就是喜歡體驗這樣子的工作 但去的時候才發現 就是受傷害的會是自己 哇好沉重喔 對就是搭訕的本意 其實是好的 因為他只是 交朋友的其中一個方式 但反正我們大家都要保持禮貌 然後要學著 禮貌的拒絕 如果你有什麼搭訕或被搭訕的經驗 歡迎在下面跟我們分享 還是大家有想聽我們聊什麼的話 也可以下面留言喔 那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大師見 掰掰 有一次我也是在中產站 然後我就自己一個人 我就很想遇到他們 然後我就開始自己人坐在中產站 然後在那邊晃啊晃想說 怎麼還沒有遇到那些人呢 我在找他們在哪裡 我覺得是你的心情還強 可是你太小隻了 我是看不到嗎 看不到 我們一定要想 那個人 put